历史蒂治 作词 李宗为日 今天影片主要是拍摄濕疹皮肤 的护理产品 因为你们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客户 还有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产品 就可以讲解一下 由最严重或者你普通情况 可以有什么可以配搭选购 还有这个就是2020年尾的更新产品 因为我们真的经常都拍摄这些湿疹片 因为我们很多的 有些产品可能中途没有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这条是最更新的 我们由最严重的情况讲起 如果你们的湿疹不是有很多阶段 有些人可能一发湿疹的时候 首先开始很痕 一痕就麻烦了 一痕你们是会忍不住 不,大家都忍不住了 那就会拗 一拗就会有很多伤口 如果你那个湿疹的范围很小的 也会比较容易处理 算是算一疹而已 但如果你很大疹的 可能整个手的范围或者整个脚的范围 很大疹的话 那你就会有很多伤口 就会有损失的情况出现 那如果又有损 又有伤口 又有痕的情况 你就可以选择以下的产品了 好了,第一个product 就是Sytun的ham oil 即是大麻脂油 这个我们都买得多久 而且这个很平如潮的 就是帮助很多濕疹的皮肤 去收伤口的水 即是很多时候 你们拗到损了 或者很多疤痕 或者是痕到 即是它的伤口是直接出水的话 这个修复性是挺强的 因为大麻脂油 含豐富的Omega3 对肌肤的修复和营养方面 都是不错的 而且都建议 大家如果很痕的时候 可以用它 它有少少止痕的作用 有很多客人都这么说的 而且当你是很干的时候 我就建议 如果你的范围都很大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 再用其他的Body Cream 或者Butter的东西 如果你的状态是一小辣的 你不想塗油那么黏 因为有些人不太喜欢塗油 那你就可以用其他Body Lotion去塗 它的不好处就是 它有一股味道 它天然的味道 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的味道 我觉得它都臭臭的 但是有很多客人就接受到的 因为普通的植物味 有股味的 不是香的 但是都OK 因为觉得它的功效是挺好的 而且有很多濕疹客人 基本上是继续用它 就是当一个正常的护肤 就是护肤就用了这个护肤油 是的 第二个就是英国AA品牌的 Shear Butter 这个来计算是很温和 它的质地其实是Better 就是挺身的 你要护出来 预体温它就会溶化 然后就可以润敷 这个的好处就是它的成分简单 还有温和 婴儿和孕婦都会用得 它的用途很广泛 即使你的皮肤是濕疹的 那你当然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只不过就是手肘肝 甚至嘴肝 发尾肝 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你看到它一罐 大大罐一家大小都可以用 而且它的性价比也挺高的 而且本身AA这个品牌的Better 它有几款 我们的店铺也有四款 这一款是唇与木果 我们就会推介给濕疹朋友 特别是小朋友 或者孕婦 如果你有濕疹都可以用 如果你说你是普通成年人 其实你可以选其他味都可以 其他味很香 是的 它有什么芬衣草 因为它是加蒸油 有什么芬衣草 有什么芬衣草 乳香玫瑰 乳香玫瑰 乳香玫瑰很香 还有还有鸡蛋花 现在呢 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 其实擦手脚都不错 因为它亲肤性都挺高的 而且它没有什么味道 如果这个是完美的芬衣草 有些人可能怕羊油的味道 可以选择这个 好了 第三个选择 就是这个牌子叫做 Pot of Gold 就是叫做万用黄金湿层膏 其实很多人在用 是的 有些客人都在用 它有两个款式 一个就是普通的款式 另外一个是婴儿专用的 它简直就是濕疹的救星和 就是100%全天然 75%有机 它用的里面的所有的成份 都是食品级的 我们介绍的都不含任何类固醇 那些的 没有人做的防腐剂 任何的chemical 它可以帮助皮肤干燥 濕疹 以及各种类型的 类似烫伤的 一些伤口的乳盒 例如指的割伤 蚊钉虫咬 淡化疤痕 预防阴神纹 以及晒后的修復 都很好 另外牛皮线的皮肤 发炎的皮肤 都很适合用的 它里面有新西兰的B-Wax 还有松木的碎脆 有机的橄榄油 有葡萄油的精油 还有香草的精油 在精油的部分 其实很轻微的 所以敏感的皮肤 不需要太担心的 所以它的味道 是清清的 一点都不浓的 还有我想说 因为这个 我家人也有用的 因为不是说 其实我家人很多个 都有湿疹的 嗯 你也有这个厌意 是的 我都开始有少少 这个对于修復你的伤口很快 譬如你已经拗损了 很久都不好的伤口 你可以试试 它修復性是多快的 第四个产品去介绍 这个也是我们新的 这个品牌打在这里 很长的 这个叫促效子敏 修復再生乳伤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 那些 product 都稍微是油 或者是butter 去挺身少少的 而这个也挺推介 你身体可以用 不用担心 货妆大支 我们带来这里 就带了个 sample 那你比如说 面也有湿疹 你可以用这个面 也可以用 其实刚才那些面 都可以用 如果你可以接受 潤度比较高 那因为这个 用上去 它的吸收度 是快很多 而且它轻身 一些 就是lotion 那这个 Ivy可以给大家一些 feedback 因为她有用过 因为我的脚 有一块 像是湿疹的东西 是粗 黑了 但是我不癢的 我用了它几天 其实很快 几天我已经觉得 它是修复到它 没有那么黑 即色素淡了一点 而且没有了鞋面 软化了 这个也挺重要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 我们的塞诊客 很多位置皮肤都是粗造的 即是粗了 好像起鸡皮那些 总之一搭这样 但是我用这个的时候 因为它不够滋润的 它是好像lotion 那我就有配合flow的butter 来用的 待会也会介绍 那说一下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没拍过影片说的 是最新的 它有植物的角沙漆 有有机的乳木果油 可可巴油 楼梨巨油 西梅油 等等 它的油脂很多款式 所以它可以厚薄 可以做到一个轻身一点 没有那么粗身的乳霜 另外还有卵磷脂 可以给你有第二层皮肤 去保护 保护 有有机的颅回 它可以是保湿 舒纹那方面 都做得好 还有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有个叫做 Ceramide的complex 都可以改善你的皮肤 修复屏障 或者有个保护膜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濕疹的皮肤 很多时候 表皮是坏了 它自己 修复不了 或者它锁水不了 这个成分 都是帮到大家的 好了 那说完刚才那个 Lotion之后 刚才Ivy有说 可以配合flow的 一个butter去选用 而这个butter 和我刚才说的AAbutter 有个分别 就是AAbutter 是再润身一点的 这个反而是薄身一点的 还有它有几个款式 给你做选择 还有它的味道 是有味道 但是是清的 就没有AA的其余 刚才我们所说的 什么 乳香玫瑰 来得那么浓味 这个可以在敏感 濕疹皮肤的选择当中 可以不用那么闷 只能找那些完全没有味的东西 这几款都是可以 这几款都是可以 这几款是没有味的 只要乳目果是没有味的 乳目果 教下你们怎么选择 乳目果就是大人小孩 如果真的这么不幸 大人小朋友老人家 都有濕疹的话 就不要选择其他 因为一家大小 就安全一点 大家齊齊都用这个 唇的sheerbutter 但是另外还有两款 其实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 一个就是大麻子的ham butter 这个里面 它除了大麻子的butter以外 还有沙几 黑加伦子油 它稍微加了一点 就是甜橙 茶树 和芬衣草的精油 所以这个味道挺好的 挺香的 是的 而且它不浓郁 你们不用太害怕 它加的比例很少 而加了这几款精油 都帮助杀菌 抗盐 那方面也是帮助到濕疹的皮肤 另外金盏花这个 金盏花 这个 它里面配合的就是有 这个甜橙 薑 柠檬 和茶树 这个来计都是很清香的 如果一般皮肤来计 这个是用手脚 手肘肝肝醋 脚肘 脚肘的龜裂 也是挺好用的 如果 当你不是隔蟹喜欢用的 叫做butter类的物体 这个我们也已经买了多久了 这个就是Pure Papaya的木瓜箱 木瓜箱 我们先前有一条片专讲它的时候 都有比较过的 其实和市面上 你们一般所认知 橙橙红红的木瓜箱 分别是很大的 这个是全天然的 全天然的 和它有抗物油成分 这个来计 它里面的Papaya的成分 也放得很高 不像那些放得很厚 还有有很多化学的油 有一个乳木果油 澳洲的坚果油 荷荷巴油 当然有木瓜 酵素的碎取 有B-wax 等等的维他命E 和金棧花碎取 这个来得 会比较容易使用 和方便攜帶 没有那些一罐不辣 那么压位 或者那么麻烦 譬如说 你随时有需要的 都可以补茶 因为有很多人 可能是手有湿层的 你住了出去的话 你没有理由 带着一罐出去 那你就可以带 这个轻便装 还有它有两个尺寸 有一个可能 譬如说 你们都是ok喜欢用它的 有长期用的 有一个大脂板的家 这个洗脂板 可以带到手袋 还有不只擦手 戴起身的话 这个擦嘴也是很ok的 好了 如果当你是濕疹肌 但是你不是常常发的 耐不耐发的 有时会正常的 但是你都想用一些 比较天然 比较好 適合濕疹皮肤用的护肤产品 就可以用以下的产品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 RL Organic的 HEM Lotion 这个其实有84%有机 它很好的 它的质量 也算是很好吸收的 它不算太黏的 一个Lotion 因为它改名 不是cream 它是Lotion 它里面有大麻子油的成分 椰子油 维他命E 露会叶汁等等 还有它有一个有机的白柳树皮 即是可以淡化你 可能先前的濕疹造成的一些 痂液 它都可以慢慢帮你去减退 第二个product 推介给大家的 就是Lavena 这个天然刺车谷的顺脑 因为刚才所说 我们很多都是一些cream 和butter 类的物体 如果有时 比如说我们 皮肤方面 即是面部方面 有濕疹或者敏感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它没有其他成分 它是8%的刺车谷的顺脑 刺车谷的顺脑 其实它是一个天然的眼药水 尤其是你濕疹上眼的话 这些位置都粗痕的话 用来濕敷 噴 都是很好的 它甚至乎你抹大眼睛 你不需要黏眼睛 抹大眼睛 噴到眼睛里面 都是一个可以降红筋 舒缓疲劳等等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是对于你们这方面 皮肤的朋友是很好 它是集爽敷 震静 抗炎 更新 于一身的 很淡的味 几乎没什么味 它是一个唇老 所以就是水壮的 很爽身的 好了 接着这个product 就是你有没有濕疹 都非常之推介的 刚才很开头片头 介绍羊油 这个就是铜牌子的 黑枝油 就是黑枝油 这个Ivy很喜欢用的 我已经用了一支 不知买了几支 是的 我又用了一支 它就是一个对抗炎症 是很好的一个油 这个油 不单止对皮肤 对头发都很好 它又可以促进头发生长 抗炎等等的功效 那个炎症 是除了皮肤的表面之外 就是你里面可能人 本身都是比较多炎症 关节很痛 筋骨很痛 的朋友 就很欢迎大家去用这个 濕疹的皮肤 当然你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皮肤 但是很想拿它的功效的话 很多我们这些客人 尤其是他也是 你们可以混合自己的身体 lotion 甚至乎可以混合那个 Aromatica的啫喱 是很容易吸收 是很好擦的 整身都是可以用的 我现在都还在擦 但是我估计可能入秋 再冬多一点点 我就可能转 lotion 但是现在我仍然在用 Aromatica的 gel 它就会容易帮你把油 带入皮肤那里 而呢 塗完之后 是不会有黏的感觉的 那我会觉得 如果你譬如说 濕疹发得最严重的时候 就不要搞那么多了 就选 当你不是在发的期间 你是叫做普通 regular 保养的呢 就可以选择这个 因为这个的味道 它都是全天然 没有加任何精油 所有的其他味道的东西 但它本身自身的味道 是比较香油满的 好 接着下来 这个产品 也是AA的 这个叫做 5%稀色的金棧花精油 这个因为已经濕疹了 所以呢 是可以直接使用 下皮肤的 这个用途也挺广的 那它呢 因为温和 又是大人 小朋友也用得 那叫什么 暴雨期 就是在喂人奶 用得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很多时候呢 譬如说 喂人奶的妈妈 很多时候都会被BB咬伤鱼头 那这个这么娇乱的位置呢 都是可以直接去涂这个 下去的伤口那里 帮助快些预合 而它呢 和BB吃都OK 是的 就是因为你 你一直都在喂人的嘛 但是你又受伤的嘛 那你一定要查些 它吃了下肚是没有问题的东西 去查那个伤口 那很简单的就是 你其实一两滴 直接涂下去 你需要涂的位置 已经OK的了 那还有呢 BB仔那些叫做尿布疹 也都可以直接涂 那个BB的胸部 那这个来计 当然如果你面部有濕疹的 都可以直接去使用 甚至乎你加下去 你自己用的面霜 都是可以的 就是可能小部分的 你可能不是大范围的濕疹 用它都是挺不错的 而且呢 我知道有些妈妈呢 长期买这个 他们就会再 再混入他们喜欢用的 肌底油那里 那里呢 每一晚 和小朋友洗完澡 都会和他整身的 这样擦的 嗯 好了最后了 都可以推介一些 铺头里面 是给濕疹敏敏感皮肤 去用的一些 洗澡的产品 洗澡 洗澡 擦身 也是有一个系列的 是的 就是Green Energy 的SAN 系列 就是SAM 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 来计 它有几款精油 在里面 都是对肌肤修复 濕疹皮肤 是很好的 因为它里面有 抹药 痰香 乳香的精油 第一 它的味道非常之好 其实你有没有濕疹 你是不是敏感 都很多客人 都很喜欢 因为有一个 木香的味道 很香 而 它那个叫做 Body Wash 真的要和大家去推介一下 因为其实 濕疹敏感皮肤 是可以用的 洗澡产品 其实是比较少一点的 而它来计 就是会比较 就是 你们都可以用 用完之后 不会太干 而且 它里面 这个系列里面 除了Body Wash 还有Body Oil Body Lotion 是我 之前我是这么懒 擦身的人 都很喜欢 用它的油 加Lotion 全身去擦 第一 因为我喜欢它的味 它的味道 很少有 又很耳人的 木香味 第二 就是它的滋润度 刚好 就不会说 脚搽完之后 两个这样移动 就会很粒 但是它是有滋润度 但是 而爽身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而吸收 对 所以这个系列 它本身品牌 都是推介给 濕疹敏感皮肤使用的 另外 同牌子 如果你们没有我们 那么喜欢的木香味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它的选择 它在Lotion方面 有一个 它叫Relaxing 就是 它是 Calming Relaxing 一个 Hand and Body Lotion 它就是 有 法国分衣草 羊金菊 那边的味道 就是 蒸油的味道 有些朋友 如果喜欢 婚衣草 或者一些 偏谷 花香味 可以选择 这个挺 Relaxed 很清新的 睡觉差的朋友 睡前擦 它都会有舒缓感 可以睡得好些 另外 相对应的 一个 洗澡的沐浴产品 大家也可以选择 这个婴儿系列 它叫 金盏花 睡衣草 幼儿 洗发沐浴露 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用的 如果你想和小孩一起洗澡 可以一起用这个 这两个的味道是可以配得到的 好了 今天隔一口气 介绍了所有的 濕疹用品 我们刚好来到酒店 后面有一个海景 大家有没有看到 所以特意在这个环境 和公司不同的地方 跟大家拍摄这条片 希望大家也会选择 我们的一些皮肤敏感 濕疹的一些 product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